目前是西金斯的一个球权 领先50分 台面67 好球 快超分了 先绕台过来吃一颗篮球 篮球打劲的话 再吃一颗就超分了 这个角度是一个反角 哎呦 厚了 没打劲 这样算一下分数啊 领先了 56分 台面59 分数还够 看袁世俊能不能翻盘 先来挑战一下右边的这颗长台 有难度 果然没打劲 这样西金斯 我们再看一下袁世俊这一杆的回放 还是厚了一点点 西金斯有机会来薄黑球下方的这一颗 薄了 大概是一颗的 都是颓来的 已经是颗热了 讲一下 两颗来的 币世俊能不能翻致 整个终于是颜色的 十字回球上来 没露球 防得漂亮 嗯 这杆把底裤的戴出来以后露了 四颗红球 现在都是活球啊 活球的话 袁世俊有机会一杆清台 能不能顶得住压力 毕竟跟 西金斯这种老将交手 还是很有心理压力的 说不紧张那不可能的 我 赵新彤可能不紧张 因为赵新彤经常是 虐老张啊 在英锦赛上就跟西金斯交手 西金斯五比三愣是被翻盘了 好球 粉球打进 两库绕台 底带还有 是 打进就可以接到黑球 因为之前这个分数分差很小 只允许吃两颗粉球 所以尽可能的先接黑球 这杆稍微一点也可以接到的 好 最后一颗红球要到 现在最难的就是收彩阶段 接黄球 黄球接上的话 剩下的没什么问题 24 黑球角度也不错 直接向上 走两库 两库来叫黄球 哎呦 这个角度尴尬了 不过没关系啊 可以把黄球打跑 母球往咖啡球后面一藏 一干高质量的斯诺克就来了 漂亮 看西金斯一库来解 也是努力在擦汗啊 确实紧张 顶级选手 而且打到决胜局 谁都想赢 解到 露球 中弹 漂亮 漂亮 西金斯还是很给面子的 不光把粉球推到了带口 而且黄球还给到角度 好球 顺利打进 绿球也可以接上 吃 这颗打进 剩下的就没难度了 漂亮 他肥球的角度给的非常到位 海根同志在这给了一个特写啊 很委屈 没精神了 我看篮球接粉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球 黑球成功要到 没问题 袁世俊也是自己给自己打气 漂亮 直接清台 恭喜袁世俊 4比3 战胜了 劲敌 约翰西金斯 我看篮球 那么 呢 这 凉 前 ini 都是